卡麦隆交通部当地时间11号说 一架载有11人的飞机当天在该国境内失去联系 经过搜寻 这架飞机被定位在 距中部大区南加埃伯科不远的森林中 有关部门派救援人员前往事发当地 另外 据媒体报道 这架飞机11号14时左右与地面失去联系 乘客是卡麦隆石油运输公司的员工 飞机在失联前曾经遭遇龙卷风 有消息说 飞机已经坠毁在森林中